大将军 万岁爷十分关切你的身体 特派了楚院正来替你诊治诊治 咱家方才与大将军聊得高兴 把这事都给忘了 让大将军拖着病区与咱家说话 实在罪过罪过 徐武闻言一愣 他什么时候病了 不等他反应 张庆便自顾自地走上前 看着徐虎满面红光的脸 睁眼说瞎话道 瞧大将军这气色实在太差了 着急上火都上了头 这人啊焦虑难碍时 心肝脾肺肾变容易出问题 可得好好看看 莫等晚了再看 都迟了 张公公这话说的 老夫仿佛得了不治之症一般 这时楚院正走上来 将手搭在徐虎手上开始把脉 片刻后 开口说道 大将军心情不畅 心阳虚 一静阳 听到这话 徐虎扶置心灵 顿时明白过来 只怕是万岁爷想让我装病 这才让张庆来演这出戏 恐怕是跟前朝知识有关 想到这里 徐虎朝外大声喊道 来人啊 扶本将军上床躺着 我病了 张庆见状 顿时欣慰地点了点头 大将军这段时日便安心静养 莫要见客 万岁爷若有旨意 咱家会及时之会与天 再说回薛府这边 华庆殿被封工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薛平耳中 老爷 外头消息都传开了 连夏雷哪日什么时辰 到过娘娘的宫里的 都一清二楚 如何设计谋害的黄寺 有很多与咱们的计策 也对得上 有些甚至指夏雷清楚 夏雷当时叛变了 薛平目光很利地盯着桌案 并不言语 似是不信 薛常贵怕斥责生变 又劝道 夏雷先头主动说 宫中管得严 不让联系他 想来也是为了麻痹我们 如今联系不上 又出了这么大的事 岂非说明 他早就背叛了老爷 这些老夫都知 只是想不通 他为何会背叛老夫 难道他的妻儿老小 都不要了 外人不知 这天下执掌刑司的刑罚和各种手段 能与内卫司的比肩一二 兴许是他怕了掌刑司 为了活命出卖了老爷也说不定 薛常贵苦口婆心劝道 老爷 别忘了此人为了活命 当年 可以答应您断了子孙根入宫啊 是时候做决断了 那传出来的消息 句句都亦有所指 再不做些什么 万岁也恐怕就要定娘娘的罪了 哼 荒神们 不是还没定 若是夏雷背叛了老夫 那为何消息里 每一句暗中指向的 皆是晚君而不是老夫 这究竟是谁的手笔 是徐虎 亦或者是徐德飞 还是说荒帝 薛常贵细细想了想 说出自己的看法 老爷 会不会是夏雷不知何故 的确背叛了薛家 但又顾忌老爷未说出实情 加之幕后操作这一切的人 真正想对付的是贵妃娘娘 所以才将矛头指向娘娘 你说的对 但也不对 这些消息的传出 恐怕是万岁也默许的 嗯 老爷这是何意 薛平微微一笑 自信道 害晚君的人 想传出的应当是晚君 害了皇寺 万岁也应当提前知道了此事 以皇帝多疑的性子 晚君从未动过手 他又怎会全然性是晚君下的手 故而只是默许将消息传出 却并未直指晚君 这 这是为何 帝王心难测 有些事老夫也想不通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万岁也不愿处置晚君 正如当初不愿处置徐虎妇女一般 看着薛常贵不解其意 薛平解释道 不过都是为平衡二字罢了 若是处置了晚君 那么后宫之中便只剩德飞一家独大 这是万岁也所不愿看见的 正如他要留着德飞 制约晚君一般 咱们这个万岁也啊 最会平衡之数了 皇帝默许消息传出 又模糊了幕后之人 不过也是为了制衡罢了 那么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一切 薛常贵松了口气 老爷识破了他们的奸计 那么接下来顺万岁爷的意 咱们顺水推舟 全都推给夏雷 娘娘就没事了吧 薛平太了口气 摇了摇头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形势还是不容乐观 无论是不是晚君做的 只怕万岁爷都要一个交代 你以为谋害皇寺 真能如此简单就过去了 若是想要保住人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不过晚君已是薛家 唯一在后宫的人 何况晚君当年 小产被伤的身子已经养好 所以这人是一定要保的 皇帝将一切安排好 终于得闲片刻 想起了一事 便向莲花问道 南南可认识一个名叫莲牧之人 莲花问了一下 随即瞪大眼睛 激动出声 万岁爷 您是不是漏字了 皇帝心里微叹 摇了摇头 没有遗落 只有莲牧二字 莲花失望地低下头 突然又似是想到什么 万岁爷 您说会不会是大哥哥用了化名 皇帝认真的看着他道 奶奶 此人乃是太原否的学子 莲花失神了片刻 低下头自言自语道 人有双腿 是会走的 去为人生地不熟知地 用化名保险一些 我是不是也用过化名呢 只是明明好像用过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皇帝见他状态不对 莲芒唤了几声 莲花总觉得脑中 有一团迷雾挡住 让他怎么都想不起来 只要他用力回想 就有针扎般的刺痛 中断他的回忆 皇帝的声音让他回过神来 啊呀 怎么了 皇帝松了口气 心中大为后悔 与他提及 奶奶 我是你想家人了 只是此人刚参加了科举 官府对每一个参加科举之人 都详实地核查过身份 确认物方可通过 寻查人做不得假 莲花立即大声反驳 大哥哥又非寻常人 喝茶的那些人笨 他造假骗过了那些人呢 我撒谎总能被娘亲一眼看穿 可大哥哥就不同 他轻易不骗人 要真的骗人 那谁都看不出来 可厉害了 皇帝看了口气 知道理讲不通 只得另辟蹊径道 科举造假 并非小岁 亲则加索加身 上街示众 名声前途近回 重则 下狱 哦 那不是了 我才不能替大哥哥认呢 便试试 也绝对不能认 我又不傻 莲木 莲木 这就是化名啊 不行不行 我还得想个法子 去证实证实 此事得瞒着万岁也才成 皇帝见莲花一副面 服心不服的样子 就知道他有别的想法 果不其然 莲花出生了 也方才说 他是太原府学子嘛 也怎么知道此人的 莫非是他文采出众 被您知晓了吗 我最近正好闲得慌 想找些东西看看呢 你有他的墨宝吗 皇帝无奈地摇摇头 罢了罢了 是真欠这小妃嫔呢 真正好有他的一篇文 随正过来 你亲自看看 是不是你大哥哥的字 接着皇帝将莲花 带到书房 将莲木的试卷拿出 莲花接过后 皱着眉头看了半晌 见他不出声 皇帝只好开口问 如何 可是你大哥哥的字 莲花目光离开试卷 一口咬定道 这么好看 就是大哥哥的字 嗯 南南是如何确定的 莲花看向他 理直气壮的道 好看啊 这字跟大哥哥一样好看 看这字就像看到大哥哥一样 不是他写的水写的 说完 他忽然反应过来 连忙又补了句 哦 我是说 也不一定是大哥哥写的 他不会造假呢 好险好险 差点给大哥哥招罪了 皇帝一脸无语 这小妃嫔 撒谎都不打草稿 只对疑惑问道 你小时 可见过你大哥哥的字 好险 感谢观看